哇,好多錢啊,繼續玩大富翁 現在輪到誰? 高速波 高速波,好,你摘 十啊,十啊,直接在這裡 去到這裡,通賽街這裡 首先高速波恭喜你,因為你經過了一個起點 是你人生可以說是第一次賺錢 就像你做人一樣,你努力了,辛苦了,走完一圈了 終於有糧出了 第一桶金 高不高興? 高不高興? 不要著,先找錢 有時出糧的就是這樣 又不可以說出太多,找了三百來 經過了那裡就可以有二百元,是嗎? 二百啊,現在你還可以抉擇 因為你已經去了那個位置 去到通賽街那裡 又可以做到你人生第一次真的置業 究竟你買不買呢?通賽街這裡 因為我們今次這個八十周年版本 那些街道名也是去到最原本的石澳版那裡 所以那些街,有時你會覺得 為什麼會這麼有趣呢? 銅鑼灣是這麼便宜的呢? 因為我們慢慢隨著時代的變遷 原來都有點不同 現在銅鑼灣當然不會便宜,對不對? 但現在在我們玩的這個,銅鑼灣很便宜的了 現在你這個通賽街就一百二十元而已 買不買? 買不買呢? 剛剛辛辛苦苦走一個圈 你就賺了二百元 那人生的決定了 投資都是這樣的 究竟買不買好呢? 我想你們經常,你們的爹地媽媽都是 買不買好呢? 一百二十元買不買? 如果你不買,我們就會拿出來拍賣的了 你想買還是不買? 買 買 好,那就拿一百二十元給銀行 亦都是人生第一次投資 即是他賺了一次錢之後 第一次就用自己的錢去買地 好,那你之後就很有可能可以起樓了 因為起碼你已經儲了這個淺藍色組的其中一張了 因為我們就算買到一條街 又不代表你可以立刻起樓 都要耐心等候一會 是的,我們只要存到那條街同一個色組的所有物業 我們就可以選擇起樓了 即是說高速煲你還欠,兩個淺藍色就可以起樓了 之後你的投資、你的安排要怎樣部署 就要看看你怎樣的做法了 淺藍色誠